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的趣味太重要了 只要你还活着有口气在 我觉得不要去不追求趣味这个事情 我们小时候看完007 就把木枪放这里 觉得整个村里面都是匪谍 对对我们眷村菜 拌一拌 对对好像拌一拌 我可以吃个这个吗 你可以 要我喂你 像当初纳豆来的时候 纳豆还那么高 对不起你这个太坏了 没那么高 哈哈哈哈 年轻时候你还还是还是要 还是要耍帅 现在也要找 哎花了那么多你才知道自己不帅 也是一个那种 哈哈哈哈 你看那摄影师 那摄影师在后面那什么表情 他们都不以为然样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在包新闻的中间 我有什么 你的表情有时候很坏的 那笑 你这个笑是真的 有时候笑在 皮笑是无笑 我来看我哪个店 找到什么出口让你出去 哈哈哈哈 看大元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今天我们的小店 真的是巨星驾到 难怪所有的宾客都吓坏了 你少来 欢迎我们的尾中 这个 谢谢 谢谢来 我今天要 我其实我今天 这个眼镜特别为你而戴的 为什么 因为巨星驾到有那个光影 你少来 他那个这个 教父级的 你少来 你少来 不要求我 我造型 信一下你注意 其实我认识您 蛮久的一段时间 我们俩同届 您是正大新闻 我们是文化新闻 分数差这么多 有需要 但是我们有一个人等了 先生 今天我们要有一道菜是您带来的 先欢迎我们介绍一下 这也是你的吗 对对 我们眷村菜 对对 我们做卤味啊 对对 哇 这个是 对 赶快来尝一尝 尝花生米 来来来 谢谢啊 谢谢谢谢 能上您节目 哎呦有有 这茶真好 好 我们在上面了 紫星 小马师傅 小马师傅 紫星来 来这边 中哥好 欢迎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 这我们眷村的 蒜香麻酱面 特色在哪里 它是用我们是手工的日赛面 那加点我们独自的蒜油上去 就是散发一点蒜香的味道 还有麻酱的甜味 所以当年巷口味道 对对 找了很久很久 我们研发了很久很久才找到 我们加一眷村的那个 眷村面 所以研发的成果线都在你身上 对 哈哈哈哈 肚子都在成果的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来来 我们来 分享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谢谢 你有时间吃一口吗 我什么有时间 我现在时间多的是都陪你 拌一拌 拌一拌 对 好像拌一拌 对 你吃饭 你吃这个面不吃算了 你实在是一个很多角化发展的人 你看 你从 你过去是 创作人 广播人 这个电视人 舞台人 现在作家 这个 企业家 对 企业家 对 然后时评家 你嚇死了 然后评论家 都有啊 好 美食家 他现在几乎也 头衔也在你身上 眷村美食 其实跟你某方面 也成为你的代表符号之一 尝一口怎么样 尝一口怎么样 如果我会建议啊 如果我自己在家里吃的话 我会加一点那个腊萝卜干 腊萝卜 有啊 小时候那个 我觉得会 我们这种辣酱面 有辣酱 辣酱面 我只要配大蒜 我吃面要吃蒜 吃面 吃面不吃蒜 如同吃晚饭 怎么 所以吃饭的 一般 我刚讲的美食家 你是也 平常的饮食习惯 怎么样 我是 三餐都吃 我现在状况是 早餐在家吃 晚餐 我老婆会做菜 也会在家吃 我现在应酬很少 应酬 我不太爱应酬 然后中午呢 我会 我有同事帮我 开车 我们就 我就整个搭台北市 这样子 有几家店 我是一定要去的 就轮流去 吃东西 对 东门市场的 所以你自己有一个美食地图 等于 有 有 有 廖家牛肉面 史记 然后东门市场的小吃店 等等 我有几个这样跑来跑去 这个吃线 就你来讲 等于它有一个探索的意义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很喜欢这样混 小时候就喜欢这样混 七个家车 哪里好玩 哪里吃 非常喜欢 没有马 七家车 自以为自己是游侠 你听到马了 我现在想要你的这本书 这是我专栏的 荆州刊专栏的 这五年没出了 然后集合成策 就这样子 对 我出了大概 以前我最早做 台北的吃喝玩乐 那是台北之音的时候 我出过 欢迎大家收看 五十岁出了一本 欢迎大家收看 以后要走的时候 就写一本 谢谢大家收看 你想要走 就人生要走的时候 谢谢大家收看 早点写 请问这本书的书名 叫做半简卷 对 这是什么意思 乍看之下不太容易懂 半简卷是骑马 马术啊 马术里面的一个 钻勇名词 就是这个马 马你基本上 这马你基本上 很难控制它 五六百公斤 你才几公斤 所以马术要骑 马术很重要就是做骑 那手将尽量 不要拉太紧 马必须要一直跑 才叫骑马 有些人刹到马 拉了马不动 对 你要让它跑 但又不能它跑得 它不能让它 不能跑得不自在 但也不能让它 自在地不受你控制 所以这个半简卷 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人马荣医的 这个感觉 半简卷六十岁之后 我才学骑马 那半简卷就是 希望的人生 能够脚步 能够在自己的节奏上面 希望 但能做到吗 不一定 可能做不到 人生不是跟马一样 一直都往前走吗 你操作不了 你不可能handle它 但是希望 你的配思能跟它 就是互相能够合一合 年纪越大 你又不敢学东西 尤其起码是个 比较有危险性的 运动 对 可是呢 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六十岁的时候 送自己一个礼物 我觉得人生 要先补学分 以前想做的 没做到的 补补学分 我觉得起码 比较跟别的运动 不一样 又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又有点趣味 而且又有点学问 在里面 最基本上的 我觉得 还是自己想学吧 好玩嘛 因为它是个技术 我一直在骑马 潜水 滑雪 这三个东西 我觉得男人应该 学会三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等于说 你是在享受 你自己的一个 生命的时候 我希望 四段 我只是希望 我尽量这样去做 可是你说 真能做到吗 凡事还是很多 邱吉尔讲过一句话 在马上每一秒钟 就要注意 起码要非常concentrate 因为马 它的耳朵 它的敏感 马若碰 它一定会转身跑 人一紧张就往前 你一往前 你就被它带走了 你要往后 往后拉住 它的马僵 然后你屁股坐在 它的那个 它就会收住 就这样子 所以 骑马这个东西 就是要一个 这样子的警觉性 可是起码说 你要注意 你就不会想 这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年轻时候 工作这么忙 我学潜水 为什么 因为潜水 可以让你一秒钟之内 离开世界 你必须要注意呼吸 你不注意呼吸 你就挂了 而且你看到世界 跟整个 我们现在看世界不一样 所以对我们 这种工作人蛮疗愈 我那时候写 梁黄炮剧本 天天写 一个礼拜五天的节目 天天写 晚上不能睡觉 睡一下就要起来写 我睡觉要看 我如果第二天 太阳起来之下 我赶快瞇一下 马上要工作 我那时候最苦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打开 我任督二脉 写东西最好的时候 然后就那个时候 可是因为潜水 我星期 我一个礼拜工作五天 我就去墾丁了 潜一天半的水 再回来 我人生可以疗愈 不是直接帮助你 但是间接地帮助你 很多事情 因为你知道 星期六星天 你可以离开 整个地球的surface 你到另外一个 你看到不同的世界 你回来之后 又可以开始 我觉得这都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 因为像我 我个人对你最好奇的是 我至少听到了 你刚刚告诉我 你有很多方式 去排解你的压力 对 你靠着很多的运动 玩啊 游戏啊 游乐 游戏 小时候在写生 那我就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能把工作跟娱乐 这么清楚的能够划分 当我要去疏解的时候 我就能疏解 你把那个压力 能够忘却的那么快 其实很多人 他离开了办公室 他脑袋还在办公室 对 虚远地之边 你怎么做的 其实这个 我三十岁的时候 去欧洲撞游 因为我想到 我工作 梁花炮做一个阶段之后 我要欧洲撞游 我觉得我人生太累了 我就自己给自己三个月假 我跟我的partner 葛峰 葛小姐 想说 葛小姐就很不愿意 但是老大姐嘛 她还是放我 她知道我很辛苦 我跟她 叫我三个月去欧洲撞游 我去一个半月 我就想回来 因为我就无聊透了 然后一个人旅行 无聊透了 后来才发觉 心远地之片嘛 就是你心里是自由的 你到哪里去旅行 你都是自由的 你心里不是自由的 你就算到欧洲 到任何地方去 你还是想着这些事情 心理自由怎么做到 心理自由怎么做到 这是个学问吧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一方面 自己的生活态度 一方面 我还是喜欢看点杂书嘛 看点杂书 那我觉得越敏感的人 越不容易做到心理自由嘛 对不对 会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看点杂书 要体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 花很多时间在体会 我的工作里面也很多是 你看我这么多事情 我做很多很多事情嘛 那这每一件事情 对我来讲 只要没做过事情 我觉得都新鲜 我有点小胆子了 我有点胆子 就是可能天生有点胆子 我就会感受一点 我不敢不敢做的事情 那因为这样子 也帮助了很多 所以胆识 还有你自己的开创性 然后好 那创意的最主要的来源 是在哪里 你的创意 创意到这个这个吗 你可以 要我为你 电视就我们俩人 多恶心啊 我也觉得有点 创意啊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是个不错的爸 我爸爸对我印象很大 幽默感 然后热心公益 然后很爱帮助别人 然后很少回家 我妈一定让我独自然组 我就跟我爸讲 我爸说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这方法 只有你爸想出来 那就是不要告诉你妈 他就帮着我 就帮着我去转组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反正是比不上你四端 我乐死了 创意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在哪里 你的创意 创意到这个这个吗 你可以 要我为你 电视就我们俩人 多恶心啊 我也觉得永远 创意啊 我们小时候 就是完全到自己创造 因为买不起啊 所以看完星巴达里险记 就用锅盆晚照就打起来了 就自己做木剑 看完007 就做把木枪放这里 觉得整个村子里面都是匪蝶 对 然后就这个状态啊 然后就自己要 千金难买少年品嘛 小时候因为穷 就要自己制造玩具啊 想做电视 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 要跑到人家去邻居家看电视啊 邻居家电视还要卖票啊 很气啊 那我们就自己做票啊 就还被抓到啊 还被抓到啊 就这样子啊 然后就很气 那电视里面每样东西都好看啊 Invisible Man 隐心人 那影机多好看 出来之后自己做完 就跟军医那边偷了纱布 把自己缠那个 跟那什么一样 就全眷村人都是这样子 跟不乃一样 我妈就打我们 说家里人死人了 你们带笑 那好玩嘛 就累积这么多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这成长环境帮助我们很多创意 那你说那比较富裕的环境 就不可能创意吗 也不可能 也不会 每个人自己的 你要珍惜你自己说成长的环境 要珍惜它 哪怕破罗斯丁破面 可能都是你 一个麻将面 可能都是以后创意的来源 我觉得这个人称反 你不能取代别人 你就自己过完 一个说你生长环境 一个你所学的东西 我妈一定让我读自然组 因为我妈也没读什么书 就觉得我们那个时代 男人要读自然组 男人读社会组 好像杨伟一样 是不是这样子 你说有杨伟的感觉 然后呢 我也是数学不行 英文好一点点 我说有个烂头 两个就不及格 就要留级 留级是很痛苦的事情 学号还要改 对不对 很难看 所以基本上 就不想留级 怎么办呢 然后就 真的读到高二 下学期 最后一次转组 高三 学校可以转组 我就跟我爸讲 我爸 我爸老兵 我爸从来没打过 我爸是很有趣的人 我爸 我说真不行 这样读下去 完蛋了 那妈一定要 自然怎么办 我爸说 好吧 我告诉你个方法 这方法 只有你爸想出来 那就是不要告诉你妈 他就帮着我 就帮着我去转组 我就转组 我高三人就开了 至少我不要 每一天 读数学课 所以你是因为 也是因为 就是数理不好 不好 就念了文科 但还是没有解释 你为什么念新闻 因为 因为 我们家没有人读大学 就是我一个 那时候考大学 我本来要考 我本来要 我从小爱画漫画 我本来想考画家 我考树科 考画家 我想做画家 我从小爱画画 我妈说你疯了 画家 穷画家 我们家怎么办 杨琪你吗 那怎么办呢 我妈读穷摇 看小说 你去考新闻系好了 我们家 穷摇跟新闻系 什么办理 不是 就是有做新闻记者的 那时候在地方上 做新闻记者权力很大 土流氓 对 然后呢 就要读新闻系 我想新闻系 我有点兴趣 因为新闻系 听起来不错 所以基本上 我就读文化新闻系 那时候新闻系 就有两个 一个正大新闻系 所以新闻系这条路 你刚刚讲 第一个是来自于你的成长 这个新闻系这条路 也帮助了你 你在今天的事业上 最主要是哪一个阶段 多少还是新闻系 学点东西 可是大二我就进店链打工 我就跟着朗叔就打工 因缘机会就进店链打工 后来我不是 我大四的时候就做综艺百策划 那时候我就进老师公司 退伍之后呢 我们就综艺百 我们就跳到去做电视街 那时候我就做执行制作 那做这种节目 不知道都要写短剧啊 安排东西啊 那短剧这个东西呢 我小时候喜欢听相声 然后呢 基本上短剧 我们家人有幽默感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学新闻的 我就创造一个新闻综艺 我就把新闻的素材 变成社会的现象 变成小品 就做连环炮这样子 然后慢慢就 到今天这个模式 还在不断地被引用 不断地 后来变全面乱讲 你看你 从台湾国内 国外都是一样 都是来自于人生的 真实故事 然后转化成这个 对对对 取之不接 用之不接 对 所以这个就帮我很多 你又想过 你如果你真的去做个记者 你后来会怎么样 反正是比不上你四端了 我热死了 不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 我要不需要跟你讲 很多观众部才知道 在那个时代 小店可以关了 在那个时代 很多人还是看稿 报新闻 你就不看报新闻 虽然有很多螺丝 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记得螺丝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reportal跟anuncer不是一样 我是读了很多新闻的书 我是喜欢人家 把新闻消化之后 对镜头讲 说今天 郭台铭终于宣布 参选总统了 就要讲这个事情 他以为他是谁 比看稿重要 对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我佩服你的 这是我非常非常佩服你的 你说创作的过程 小时候成长的过程 是一个经历 另外你所学的东西 是一个经历 另外你的天分 这三样东西 决定你的创意 我的天分就是会说话 爱说话 小时候家里不阻止说话 会画漫画 所有东西很简单 你看起来就是 用新闻 这个社会上的素材 然后透过漫画形式 表达人情事故 这是我所有创作的过程 这个公式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这个公式所学的是新闻 我的创意 我的天分就会画漫画 我用漫画方式来表达 人情事故 是我眷村太多人情事故 人情事故 有太多喜怒哀乐 大家这样说完了 我创作就这样完了 所以每一个人走过 必留下痕迹 你善用 可是我感觉 你的生命中 最重要的养分 是不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尤其你的父母 你的家庭 对你基本上采取的这个态度 无形中给你灌输了很多 你自由发挥的空间 说起来也就是 我父母不太管我 因为我老妖 前面三个太保太没太多了 也管不了了 我们家比较自由 所以小孩比较鼓励讲话 至少不会阻止你说话 那我爸爸很好玩的一个人 我妈也会说笑话 我妈很会说故事 这些也可能是DNA了 这样 如果在这个应酬里面 所以我算 我算是一个快乐家庭长大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爸爸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 是个不错的爸爸 我爸爸对我印象很大 幽默感 然后热心公益 然后很爱帮助别人 然后很少回家 可是我还好 我还蛮喜欢回家 然后 你没做到 你以前忙着也很少回家 以前 生完老二之后 回家机会就很多了 因为我晚婚 我晚婚 我觉得晚婚对我有很多好处了 如果早婚的话 哎呦 现在可以开一个学堂了 然后 我觉得还是会犯戏错误 就是比如说 我大女儿就跟我很亲 我二女儿跟我很亲 但我二女儿 母羊座的 就是他 他其实个性很 跟我们个性很像 但人对自己个性 最像的那个人呢 你非常了解 他的优缺点 好像看自己一样 人最糟糕的是 改不了自己的缺点 所以如果发觉一个人跟你很像的时候 你就会迁怒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会这个样子 对 这点就是要学习 他们有没有走你的路 没有 我觉得 差不多了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世系 就大概都有点世系 可是当时女孩 我没有要求他这么多 我觉得女孩 我是比较从女孩 他们应该很骄傲 有个爸爸 王伟忠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 也有什么好骄傲的 他们 他们认为在台湾的话 他们还不自由 那是一定的 这很重要 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他自由自在很重要 他不要变成谁的谁 你知道吗 虽然我没有丰功伟业 那听到 你是王伟忠的小孩 他还是有点压力 他能自 所以老大喜欢在美国做事 老二 也是 他们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 我还蛮喜欢自由派的人 虽然我不能做到完全的liberal 但是 我还蛮喜欢自由派 反而你给了他们 某种身份上的限制 这没有办法了 对 他诞生在你的家里 你说他 对 我尽量耍宝了 我尽量希望他们好玩了 我觉得人生的趣味太重要 只要你还活着 有口气在 我觉得不要去不追求趣味这个事情 你自己认为你在台湾 你今天你缔造了这个成就跟试验 怎么样 对 你觉得怎么样 一定不过很多人希望在你面前引起你的注意 你怎么看那个人有没有这个天赋 你怎么看 这话有意思 我解释过很多次 但是没有一次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节目都太短 这边有 这边有 那你扫描一下我怎么样 我来看我打电 找了什么出口让你出去 你自己认为你在台湾 你今天你缔造了这个成就跟试验 怎么样 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眷村那个小喜子 我觉得我还是眷村的以前 喜欢帮很多爸爸妈妈去买东西 到处调皮捣蛋 然后创造游戏 我还是那个人 可是我觉得多少人的回忆 多少人的乐趣 多少人的生活成长 都是来自于你的创意 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就是说我如果创造了很多 就让大家就愉快 很开心 那就我就不断在扩大我的眷村 我觉得我的村子越来越大 不要如果不从我自己发展 如果有人真的很喜欢我的 所以眷村文化 是你一切创造的那个核心来讲 它是个大家庭 它是个大家庭 就是真的那个 你到哪家吃饭都可以 那对我来讲就是 它是个大家庭 那个土地 那个地方 我家眷对我来讲 如果是养分的话 太多了 太丰富了 我太喜欢那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三不五十 我还是虽然已经变停车场了 我还是 我觉得回家里 坐高铁回家里 是一个很快乐的疗愈 所以到后来 再接下来第二帮第三帮的 时代的创意人才 没办法模仿你了 哎呀拜托 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完全没有了 不会 可是我觉得媒体以前比较封闭 那现在你看网络 现在创意的小年轻人很多 那真正人才是来自民间 我当初做电视 我到今天为止 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是说我进电视圈的时候 我在台 我那时候在华市 做连弯炮的时候 或在台视 做电视街的时候 那时候你也进台视了 我带了很多民间的人 像赵顺阿西 就是都不能 都是从 都不是传统电视台的人 像胡瓜 许少顺 捧恰恰 到后来的 阿肯纳豆 汉典 都是从民间 像小国从剧场挖来的 等等 都是这些人 带着很多人 这些人进来 他们也可以 他们每个人 几乎都叙述过你的故事 有吗 故事都是你是超级严厉 超级的这个 要求很高 我是军人跟小孩子 我若你说到60岁 可以收获了自己了 我大概是军人 跟小孩子那样 应该是火爆 急 急火爆 急躁的急 脾气非常急 可是干嘛 这行真的要急 我觉得了 我是很急 我个性太急 你怎么看那个人 有没有这个天赋 你怎么看 这话有意思 我解释过很多次 但是没有一次 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节目都太短 这边有 这边有 我们节目在这边有 我如果可以说的话 我从这个人身上 看到一些 他不隐藏的天真 他不隐藏天真 当然他会害怕 任何人到一个 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都会害怕 可是你会看他 蠢蠢欲动 他对很多东西 他会摸一摸动动 我会 跟你讲话 他虽然很紧张 但他还是会 会想表达一些什么 我觉得那个蠢蠢欲动 那东西很有趣 你要的是那个 可是这个蠢蠢欲动 有时候是害羞的 有时候是 是跳跃的 有时候是隐藏的 不管后住节 汉典 捧恰恰 胡瓜 很多人 中线 小A 你都可以看出来 黑人 他们都有这种 潜心的 这种蠢蠢欲动的东西 可能是移民的 可能是暗的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种自我的革命 那个东西是有趣 你如果给他机会 就像你好像 就像火柴 你给他瓦斯一样 他就会出来 你一定碰很多人 希望在你面前 引起你的注意 我就太过表演性的人 我反而不太喜欢 因为你可以知道 他很急躁 可是真正喜剧 就是真正的喜剧 是我们忽悦的 那个细节 真正会喜剧 会喜欢表演的人 他有个很奇怪的细节 你观察到了 你用它 很有意思 像当初 很多人都像 像当初纳豆来的时候 纳豆还那么高 你还逼着 对不起 你这人太坏了 那么高 纳豆这么高 纳豆来上我 住的住友 我们也把人找一个 临时演员 我就看他那样子 我就觉得 我觉得所有的 世代里面 十年就会出一个 矮矮胖胖 可爱的人 最早 再早一点 胡瓜 曾志伟 都是这样子 我一看他 我觉得他有趣 可是呢 他演戏会紧张 因为他是儿童剧团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演住的住右 阿肯 是受过戏剧训练的 纳豆那时候 学校还没有毕业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好了 你演助理 我说你从头到尾 我就对着眼眼 就是吧台 他演对眼 对着眼睛眼 一下就红了 我看到这个人 在多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马上红起来 所以你对挖掘人才 你有一个特殊的 我们讲说 有一个特别的雷达 我觉得我有 这点 我大言不参讲 我有 而且我也有环境 我可以 那个太重要了 而且我可以捧人 就是我还有这个环境 我从很年轻 那你少聊一下 我怎么样 你非常普通 上菜 不要怒了 这什么好怒的 上菜上菜 好 我们马上上菜 普通的来了 今天我们特别 伟中带来了 他非常喜爱的眷身菜 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面 那我也准备一道 我们特别帮你准备的 一套台湾非常棒的台菜 这个 这个鸡汤 这个米其林一新的店 台湾的传统 传统台菜的一家 非常坚持着他们做法的 现在损得积极了 观音山的损 对 这个损得好 喝鸡汤前 你问我说 我对你的观察什么 我没有问 有问 剪不掉 我来 我来 好 请讲吧 我觉得 第一个 我觉得 你做新闻系来讲 我觉得你当然 我说了 你可以 不要准备稿子 自己说新闻 这个东西很棒 这个不是一个播报者 这真的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reporter 然后害羞 其实你能力很好 害羞 要尝尽点 不敢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这跨这一步 蛮难的 所以你父亲 不是教授 就是知识分子 父亲就老兵 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跟成长环境 可能有关系 我父亲是教授 对啊 所以 这样子 剖析我自己 有点道理 家庭的教育 他把你 你有一些 理法 或者一些尺度 我最近看了本书 很有意思 他讲权力跟力量 他有权力的人 就会用权力在办事 那这个权力 会影响到旁边人是地物 但是权力 不见得是你的力量 因为权力是 你自己所塑造出来的 一个环境 可是力量不一样 力量是你天生就有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你爸爸的权力 做父亲的权力 然后会抵挡 每个人的力量 我说我运气好 我父亲 没有什么权力 老兵 然后自己也把 自己就是夫大家 好像好是代表 我爸都好像好是代表过 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 就是 我说读的还没你多的 就这样子 我记得我对于 我做玉部军官的时候 我爸回家给我敬礼 长得好 很好玩的一个父亲 所以说 在权力之下 有时候会让很多力量 减弱 我是很同意一点 其实成长 是一个人生中 永远跟随你的一个磁石 对 什么一切的 都最后从磁铁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 只要身心健康 什么都来得及 我们还 就像学骑马一样 我觉得还来得及 还没挂之前 什么事情都还来得及 我觉得做一点丢脸的事情 做一点丢脸的事情 What 明显 不是暗底下丢脸 这摆明了就丢脸 暗底下丢脸 我做很多 我想问问你 其实你刚讲说 你一些创作来源 其实包括你的眷村中心的 这个思维 环境 成长 还有就是你在新闻上的一些训练 所以但是 所学的东西 你对世事社会的观察 我注意到你最近几年的文章 你还写了很多文章 其实都有些 带有一些观察性跟批判性 我就问问 你对台湾现在社会的现象 的观察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呢 3.6万房公里 两千百万多人 我觉得这个土地 非常适合做马尔廷 这话听起来 好像跟你所问的问题 不太一样 其实差不多 台湾是非常适合 推新产品的地方 很快一个新产品 就刚好这块土地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一天之内 可以让一个东西 整个就红起来 可是过段时间 一个东西就会起来 它很适合做行销的一个地方 所以政治社会 经济文化 很多东西 都会行销化 都会marketing化 这是我观察的 一宿话题 什么都是一样 很容易话题化 它是个话题化 很强的一个土地 是这样子 那话题的东西 可不可以造成文化 也是一种文化 这文化能持续多久 等等等等 不得而知 你做 比如说你看电视上做 大门锅 到后来舞台剧 当你在做 那个过程的时候 你有尺度 界限在你的心中吗 我有 是吗 那是什么 年轻的时候 你还 还是 还少 还少耍帅 花了那么多年 才知道自己不帅 也是一个那种 你这个笑很坏 你这个笑是真的 有时候笑在 皮笑是我不笑 我相信你骂人的时候 因为那人听的人会很不舒服 你有感觉到吗 我听了40分钟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你说 比如说你看电视上做大门锅 到后来舞台剧 当你在做那个过程的时候 你有尺度 界限在你的心中吗 我有 是吗 那是什么 我其实不太打 我希望我的编剧 希望我们整个team 不要打落水狗 打有权力的人 这些人是已经有东西了 可以开玩笑 说我们也必须要自嘲 就像打击那个权力 但自己也会变成有权力的人 也会被打击到 要非常公平 这事情你要 你要那个什么 要去接受 不得不接受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做这个节目的好处呢 是你也讽刺 做讽刺文学的好处 是你也讽刺别人 有一天呢 你自己也会讽刺自己 而且就算你 你不愿意 但你也要这样的准备 这东西就是 这个过程其实蛮珍贵的 是如此 可是你在台湾做的 这就是你其实 你刚开始的 那个政治环境 并不是那么友善的 我在 我做梁黄炮的时候 已经在批评时政了 那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真的 我很感谢华氏 我觉得华氏那是军方的 吴宝华总经理 那时候我的编程 对我很严格 很多东西都退回来 那吴宝华呢 吴宝华那时候 他们要值班的你知道吗 他白天来上班 他河南人看到我 你咋呀 我在在在 晚上他值夜 他晚上出来值班的时候 看我还在工作 你咋呀 我咋 假日的时候 看我还在工作 你咋呀 我咋 他就跟 这小朋友啊 这小朋友不错 哎呀 没关系 有些东西有点过尺度 他 我觉得一个军人 一个军方体制的 一个电视台 可以这样让我做连环炮 这么吃多大的东西 我非常感谢 我们编程都 编程因为负责 编程都军方的 所以他们都是军方的 可是他们也愿意 有时候跟着我陪我一起 苏菲姐陪我一起 陪我 陪我坐连环炮 反而我那时候 真被国防部二 听约谈过 是我一个 是我们军村的一个大哥 他在国防部二 正二 观察到这个节目 他也很客气 说 你这个 这个 好好 是 他叫 他叫大牛 他弟弟叫大车 老三叫大象 大牛 大车 大象 我跟大车是同学 就他们家就跟我们家 一百公尺不到 ok 我再试试试 我听你的指示试试 你不要这样的客气 我说没有 我回去之后 过年 我就告他爸爸 我叫爸爸叫舅舅 因为眷村谁都叫来叫去 我舅舅 他就是天津人 我舅舅 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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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牛 要抓我 为什么要抓你 我就跟他讲 为什么他要抓我 我跟他开玩笑 但是我其实就告状 除夕那天晚上 我就听到一百公尺外面 他们家 你把我们消费众抓起来 调皮 有时候调皮可以处理很 一皮天下无难事 我有这个个性在 可是你这些剧 你没有想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自己 那时候是乐在其中 每天看你们的剧 那时候 做新闻 你说了很多事 我们新闻界可以做 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但从你的剧中 表达出来 你有啊 其实你在包新闻的中间 我有什么 你的表情有时候很坏的 你最后会闹一个梗 关于这个事情 大家没有意见 你其实在骂人 你让我看不出来 还有你的笑 你的笑 你这个笑是真的 有时候笑在上 皮笑肉不笑 李斯端有名的 李斯端打一个俗语 皮笑肉不笑 他表示 你有调皮的东西 他没有意见 这个意思 对 对 对 现场没有人发声 你最后的落雨 最后下那个款 其实是有 心里有对新闻 那个时候的新闻 有自己的看法 那看法 正不正确 可不得知 你为什么不自己 做一个 一个 单人的一个 经常观众可以看到你 就是你 不是在去 你头为的一些 我个人 我个人的脸不适合 为什么 我这个脸呢 现在好一点了 现在六十几岁 这个脸呢 开始 比较柔软 你看那摄影师 那摄影师在后面 什么表情 好像不以为然样子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以前 我在以前那点 尤其一工作 我就容易严肃 我那个胸向就会出来 那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chameleon 我是个喜剧人物 但是我表达的不好 所以我必须要借用 目前的这些艺人 那这些艺人 我觉得我很喜欢艺人 我觉得小郭也好 那你说模仿一个人 关于选总统这个事情 我会 但是我没有他们那么好 所以我就必须做幕后 我做幕后 比我做幕前强 可是再老一点 我真的 就像现在老毛 我必须要借一个 我就比较自由 对 哇 老毛 最近啊 大家都在谈国防问题 老毛读到杨志良一篇文章 他说我们花钱 买那么多武器干什么 啊 台湾现在是募兵 根本募不到人 所以应该恢复 真兵制 我们买这一台武器 没有人用 难道办展览吗 办个简单武器节 请歌手来唱歌 大家看武器 在飞机大炮面前 野菜 嗯 果然很有这个 台湾文创特色 有用吗 我那时候做老毛 我就想找一个 AI 找一个那个IT的公司 一起来做一个数位发展 后来我这个想法 结果iPhone也有了 但是他做的不是 但是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机器 可以把我们马上扫描 变成一个自己的 不是卡通 或者怎么样 但是可以跟自己同步的话 我们传给别人 是传给任何一个自己 的讯息 很有趣 那个才是你真实 想表达的信息 我们都被装扮 都伪装起来了 那个心中东西没出来 所以你自己有没有可能 自己一个人来做一个 你的自己的 个人真正的表演 我的梦想 65岁 我希望做 standing comedy 要做了 准备做了 然后很简单 然后我喜欢喝威士忌 喝酒 那个小吧 然后请一些 然后收钱啊 不收钱不表演 然后每天就像这样讲话 就讲一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你绝对可以 因为我现在看到你 我现在几乎已经可以看到 那个形体已经出来了 现在年纪到了可以 对 年轻的时候你还 还是要 还是要耍帅 现在也 花了那么多年 才知道自己不帅 也是一个那什么 你睡一睡 你现在跑哪里去 你跑哪里去 你trucking 你trucking到哪里去 我们竞争相 谢谢 好玩 那个好玩 那个是我有兴趣的事情 你有一个 另外一个个人的魅力 你应该你也发现 你的声音 声音啊 呦呦呦呦 有的声音很特别 就是特别 对 尤其在表达一些那种 所谓的 带着嘲讽的时候 你几乎不嘲讽 你的声音就代表了这种 我相信你骂人的时候 因为那听的人会很不舒服 你有感觉到吗 我听了40分钟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pixar 配那个怪兽电公司 跟Mr.Incredible 他们本来一个人 只能配一个角色 因为我声音 他们觉得我声音呢 又严肃 又好玩 也很 也有时候 该撞起来撞起来 该温柔的时候 也温柔 哎呦 我很开心 我就配了两次pixar 你这个声音是 大学时候就这个样子吗 年轻的时候就 就这么好的一个 应用的 我很爱说话 我喜欢听到 自己说话的声音 对我相信 你的声音是有感情的 而且那个感情是 我觉得浑然天成 谢谢 谢谢 我用这个字是一个 我看一下表情 我真的 我突然想 真的 你是浑然 因为我发现 你最大的一个 跟人的一个接近能力 有一个 有一个元素在你身上 就是你的声音 可能吧 因为我 我长得讨厌 我真的 我真的 我骗你 怎么会长得讨厌 我看过自己的那个 我奶奶 我奶奶 我还没过世这样 她过生日 我回家 也帮她推轮椅 帮她过生日 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看那个样子 自己好拽 拽什么拽 都是村子的人 可是我自己 看自己的样子 很拽 如果我是王伟忠 我看 我如果不是王伟忠 我看王伟忠 我像揍他 你什么了不起 你什么了不起 可是长 这个 这个是 可是我一说话 就比较好一点 我下面有一个比较稍微 说什么样 严肃一点问题 要问你 其实你 你缔造了台湾 真的在综艺节目 或任何 很多表现 艺术上面 喜剧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过程 没有没有 接下来台湾 还能做什么 接下来 我就从一个几个 台湾的电视 是寿命已经结束了吗 我知道太多事情了 次端 我还有个 我除了要做喜剧的comedy之外 我专门骂媒体的话 我跟你讲 加我一份好吧 我会做这个事情 我一定疯了今天给你讲 这个 给我们小店点意见吧 我们的节目还混得下去吗 如果有人sponsor 节目当然要做下去 我没想到我们节目最后的尾声 竟然在广告中中落幕 那业务中落幕 接下来台湾还能做什么 接下来 我就从一个几个 台湾的电视是寿命已经结束了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太可能结束 就像广播一样 只是它就跟老兵一样 就是说它只是初见凋谢 可是真正的力量绝对是来自民间 所以所有的革命都是从民间出来的 所以电视的下一步已经是民间 不是现在的产业可以决定的 民间会出现很多力量出来 它会缔造成另外一个新的文化 这个东西牵涉到 你说电视是个产业来讲 产观权三方面 我讲媒体老板好了 台湾的媒体老板的实物经验 大概没有一个比我久了 他们的实物经验乘以8 甚至乘以10都没有比我久了 我大概是最老的一代制作人 我42年经历了做这个行业 所以你说我比你还早 我早就近年恋了 所以像我们这样经历 如果我们很想培养电视人 然后跟媒体老板开会 讲想法的时候 他会问你一些 你根本就不知道 要不跟他回答的问题 你怎么跟他开会 可是官大标准 他说了算 他说了算 那怎么办 我看每一个电视人 那个脸色都黑的 都闷的 在这种工作 在这种从官方一直到现在 黑白两刀的情况之下 你的工作体系还是如此 你还是要对不懂的人 跟他求一个时段来做节目 网络时代到了 谁都不要 谁都不要怕谁 你都可以做自己东西 可是你还是要有客户 来sponsor你的网络节目 你对客户 你还是要去那个什么 是这样子 可是有没有好客户 有没有好的媒体老板 我说媒体老板 吴宝华当时就允许我这样子 就允许我做些东西 以前中天 我在中天 以前老中天的时候 周胜渊 我是我最佩服的媒体人 他不懂电视 跟他会仔细听我说话 听完之后 好你说 所以做光阴的故事 做康熙 做达蒙锅 做那么多东西出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有得到的明明利利 都是额外的补偿 如果这种感觉的时候 这个世界太美丽了 你现在自己是老板呢 所以我还在带新人呢 我努力 我一直在带 目前幕后新人 不是我多伟大 这是我 我出身就是如此 我这也是被别人 被别人宠道 被别人帮助的 我一直记得这个 我别的没有 我毕竟认为 我还是有点小义气在 这是我做人做事 这么多年了 斯丹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个笑很坏 我在想 你不会选总统吧 我不适合做政治人 就像大门锅会停 是因为我们以前 都把政治当喜剧来玩 可是当政治人物 比我们喜剧人物 还会闹笑话的时候 我们那基本上 喜剧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做 因为我政治那个戏 我不会 台湾的政治季节 马上就要开始更热闹了 你还会有节目去 让观众看到更多的 透过你们的一些诠释 基本上 基本上现在的媒体老板 我就不太可能会允许 这样的节目出来 也骂蓝也骂绿 不太可能吗 为什么现在媒体环境 不太可能做门锅总节目 蓝绿都骂呢 很清楚 也很简单 连观众都回答出来 现在媒体老板都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我看我已经没有工作很久 我在看我哪个店 找到什么出口让你出去 60岁了 真的 终于可以 我觉得这个 我迟早有一天 我除了要做喜剧的comedy之外 我专门骂媒体的话 我跟讲 加我一份好吧 我会做这个事情 加我一份 我会做这个事情 我知道太多事情了 我会 你刚刚说我害羞 如果要做一点丢人现眼 或者张狂的事情 我愿意做那件事情 就是跟你做那件事情 可以 去把实话说出来 就是实话 可以了 而不要去瞻前顾后 那么谨小慎为的 每天 对 因为你是做新闻 我是做节目 我已经疯了 今天跟你讲这个 你这个叫做 新闻自省症 在精神病 新闻自省症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 你看现在公事有个节目 叫做这个 文明和恶之间距离 也是讲传媒体的 公事难道没有媒体的问题吗 这个不去自省吗 公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对不对 能演吗 会让你演吗 我至少我自己可以 我自己可以自嘲 伟州 我可以说一句话吧 我好羡慕你 不要这样讲 真的 在自己的人生里面 没有没有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是充分把你的 你自己的 生命给你的 你分享了很多人 我牺牲很多 而且 我牺牲很多 但是谢谢大家 也谢谢观众 也谢谢你 谢谢很多朋友 我牺牲很多 我这个牺牲 也要扛很多东西 你当然吃很多委屈了 就不像眷村 而且我这个个性是这样子 我小时候打架都是这样子 打完之后呢 我就站起来 就往前走 从后面打都不算 都不算真的 都不算真的 所以我拿到后面 好多包 都不算真的 要不然就敲门 大头 单挑 或者我们说点事 你没有想过退休吧 我没有想过退休 我觉得人就这样一直走 你没有过过未来 人谁可以规划未来 我也不知道谁可以规划 我建议大家永远会在马背上 只是速度有快有慢 半简确 对不对 我觉得就如这本书上所讲的 半简确 但是永远在马背上挥舞着 马还是要跑了 你的帽子 哎呦 这不是马 这是纸马 这位书的有幽默有趣 你看遮住 还真以为你是个马 这就是 这就是我 这就是 虽然要表达什么 还是种喜剧的方法 对对对 我懂了 对 人生 有真有假 一家一真 一身先吧 但是你演的真 或你的假 至少你演给了大家 带来了 无比的乐趣 跟丰富的养分 我听他的话 有没有讽刺的意味 谢谢伟忠 谢谢 谢谢 最后一件 给我们小店点意见吧 我们的节目还混得下去吗 没有人来 如果有人sponsor 节目当然要做下去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sponsor是很重要的 sponsor 所以我们要基本上就跑业务 你帮我们想点办法吧 跑业务 要去找人sponsor 然后我们可以做自助性行销 应该可以这样去做 我没想到我们节目最后的尾声 竟然在广告中落幕 拉业务中落幕 你知道接下来 你知道接下来 台湾接下来半年 后半年业务更惨 因为全部跑 因为选举到了 全部跑政治局 全部跑新闻节目区 然后还禁价 接广告主 台湾的媒体公司 现在坠乐了 他们说就希望台湾能去选举 他就可以竞价 让广告费变很高 要不然就不能让你进来 所以很多sponsor 钱就花光了 就这样 台湾就是如此 年年选 年年选 但为什么你还愿意年年做呢 你还得跑啊 马还是继续得跑啊 马不跑就没劲了 自己浪费体力 还是跑 跑慢跑快 还是要跑啊 但我永远要在马背上 还是要他走 无论是迟程 还是慢慢地行走 永远去享受 在马背上的那种快意 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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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伟东谢谢啊 谢谢 这个菜可以留下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